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请翻开讲义第一页 我们共修 好 请合掌 三称圣号念完就可以放掌 南无 华言慧上 佛菩萨 南无 华言慧上 佛菩萨 南无 华言慧上 佛菩萨 天人大主 阿修多吉余皆 诸菩萨 一苗言应共 称谈大圣子 神不还能遇见众生 众品等大悲同一位 一知同缘不久 众众不难揭晓 佛菩萨最深深动力 凡夫大地不畏 难有 难有 难堪 解余大海 临大山望前前前东部 三大明文 浩月大悲 观自在云合我已为力 至于人生的难存在 我闻身这主公的无端无极 为灵影时发起 心静 心声我知 为便在理我 尽主于大悲 为一大勇猛而观察 陈阳参叹 妙妆 妙颜颜 恭敬之 身无写卷 如大芳芳 祁斗tal sch观伦DCs 身无写卷 为三重鲁 菩萨几枪 妙 inflation 深游与宙 逮价ono衛 world 妙色容浪如今 驱逐广大菩提 愿不离且诸尊者 种种花满意愿时 今上真今妙宝 狂明今妙国 诸天为德祖 燕草世主愿光庄 空绕外乡明如今月轮 顶强风起若许明 断言振作如初日 遥惜尽条色谬 苗前树深相方光明 以你鲁皮坐下 全能灵 盛万喜苗舍 种种庄言下 种宝所及如山王 遥垂上妙 静静一如云部 鲜舞变色珍珠三道 遥垂上妙 为角落 犹如世如妙影 恒方尽广不照明 依如浪日 犹空间深色尽妙 若今山又如山伯家 若今山又如山伯家 一白银落 为言诗如白鲁 忘环绕身诗珠首子 苗里苗莲燦华华社书上 苗镇情军 离褒以为巾 打刺 为理领台星 人知所有不方光明 又日落 闲弦如早日 在妙高山 相机不寻与一切 与主归不躲 等黑色醉价 赤火独海彼此 心机与种种 诸位难重固 以佛所生佛 一切恐怖以乎 是主以为大悲心平德 就必众生泪妙宝也 无等莲花之所持 百千妙福之所成 中妙莲花所围绕极妙神光荆棘 这重真身一额尘 诸天重重上妙公 先共赞他 人公的余尊能发尽 愿离一切又不惜 眷属快乐共欢愉 一切妙国皆珍珠 大海龙王珠子共寄与居主 诸龙重长 与妙持大女 望婆错山长寿主 神如大海 与风孤狼 如雪山 若朝末皆与来托 共不幸荒无所谨 佛与醉相 而奔出重重 而难知 此行一念大悲尊如是一切 无忧不大事 善妄有斗 故起 故有神 即各威 有凡王法 所及身 终重重 惜不大于彼 善妄持大二 道中生 只行一念大悲尊家 所及 多固小处一切 悠悠阿余 乐人已大碎 请敬修说 念诸众生 领域一切难处 活得无忧安逸乐 我尽参叹人天主 最神威的大仙王 三度一长尽小处 不知无言如大海 调伏众生不解决 离乐平等无缘 愿与菩萨妙今上 一切胜佛皆成就 不予十方诛世皆熄灭众生 写见心术或如来无上 臣不愿众生嫌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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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不食文 Deus 走她前度业度計 溪iable着他们的勉异度лем 阿闇立成有事丹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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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强多 佛耶東達 皆蹈也東達 復利多 阿强多 阿强多 尋謙部 必 阿强多 絕 地 迪 阿强多 阿强多 阿强大 佩良都 見 迪 絕 迪 絕 迪 絕 离 絕 有不 為 南无阿弥陀佛 耶道大切都 耶道地 耶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西丹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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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尼切切那枝朵佳麟 好 請關燈 好 在講經之前我們要靜坐一下 靜坐的時候觀想四臂觀音 觀想大悲觀世音菩薩 然後化現為四臂觀音 四臂觀音有四個手臂 所以它在虛空中 然後身體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 然後這樣子放光加持你 好 靜坐一下 看著你的念頭 相信你 本具的佛性裡 具有四臂觀音的大悲心 只是像鏡子上面的灰塵太多 所以你的悲心無法顯現 當你放鬆的時候 無所緣地專注的時候 悲心自然就會顯現 觀想觀世音菩薩 在虛空中放光照著 敬明佛學社以及無量無邊的與會大眾 這樣觀想如是安坐 敬明佛學生 立彷彿 立中国 辱藏 敬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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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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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请翻开讲义三十二页 第十行 在没有介组 他都具有三个条件 就是对于特殊的善巧方便门 那从英文的讲度来讲呢 所以请看 还有恐惯 是要叫你恐惯 是要叫你恐惧与不安 注意听这个很重要 无常是告诉你要认清事实的真相 没有学佛之前 你都什么希望都是常 所以一碰到不如你的意的时候 你就起身心了 当你一碰到不如 无常的道理的道理以后 理解无常的人呢 他的心应该是很宁静的 而不会恐惧不安 对不起 可不给我毛巾好吗 对不起 谢谢 所以了解无常的道理 是要让你的心更宁静 假如你的心是恐惧不安的话 听好 你还是身具在恐惧当中 对不起 我这几天会课 从早讲到晚 所以我的喉咙有一点点不太舒服 没关系 我会继续讲 所以 无常是要让你认识事实的真相 苦的本质是会 是无常的 是苦空的 是无我的 所以因为了解了无常 所以从消极来说 你对五欲六成才不会太积极 有人会说 学佛的佛 哎呀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这也不能做 这个要持戒 那人生不是没什么乐趣吗 对 没错 对于世间 找杀到阴望久的 你要消极一点 你干嘛那么积极啊 对不对 太积极的话 怪不得给浪呢 到处生意都很好啊 是不是 人都需要去找求各种不同的欲望啊 但是你想 欲望就像你满足了 刹那之后会是很痛苦的 所以佛呢 是要学你学着控制自己的念头 而真正要积极的是什么呢 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精进修行 行菩萨道 这要非常非常的积极 这也要充满了生命的体力 能量 以及怨心 所以了解无常听好 不是让你这样 一直生活在恐惧不安 基督教 天主教有末世的思想 常常说 世界快要末日了 动不动就有战争 动不动呢 就有萨尔斯 动不动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所以上帝来审判 当然 No comment 我没有任何批评 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 在佛经里面也有想 正法 相法 跟末法 末法的时候 听好不是观世音菩萨 来惩罚大家 而是末法时代 众生造的业很深啊 造的恶业很深 所以因为供业所改 所以地震很多 所以因为供业很多 所以天灾人祸也很多 这是谁造成的 答案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 观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 不会拿来呢 来惩罚你的 佛教没有审判的思想 这个师父必须要强调 否则 什么宗教都在修行啊 那佛教跟别人修的 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 在净土宗里面呢 也会有讲末法时代 众生很苦 没有错 可是我不太喜欢公开讲末法思想 为什么 会弄得人心惶惶的 天下已经够乱了 你还要说 哎呀 正法 向法 末法 这是真的 佛陀也在经典上说 但不要呢 over emphasize 不要过度强调 好像明天呢 这个新加坡就快要爆炸了 那地球就没有希望 错 there is always a new hope in our life 永远有新的希望 但是你的心要先定下来 你的心若不定下来的话 你的力量是产生不出来的 了解吗 所以 你要了解 佛教没有审判的思想 佛教讲你的业是自己造的 是有自己的别业 还有所有众生的供业 那供业可不可以转呢 有些可以转 有些你要去受苦 所以我后面待会会讲 好 接下来再看 第一个 众生原词 原想众生而产生的 我知道有些人有要操 所以我把它全部打出来 这不在讲义里 第一 原想 就是观想到 或碰到众生而生起慈悲心 这在经论里面是 出发心的菩萨会修学的 具足的慈悲心 那出发心的菩萨就是指什么 在座各位 我们叫出发心菩萨的凡夫 对不起 我们还是凡夫 可是啊 你是出发心的菩萨 连阿罗汉看到你都会合掌 为什么呢 哎呀 你真是了不起的佛弟子 众生难度啊 你这不怕死 你都敢去度众生 阿罗汉呢 是有缘的众生他才度 没有缘的众生的时候呢 他是不度的 所以他 阿罗汉的心量 是没有菩萨这么广大 那既然我们 华人所学的都是大乘佛法 学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这么多的法门 其实我们都是 发大乘的菩提心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发了菩提心 是的的确确会有考验的 但是我们慢慢来 先从你周遭的人 慢慢开始关心起 从你的家人 你最讨厌的老板 喜欢讲八卦的同事 常常泼你冷水的朋友 你就要从他身上去磨你的慈悲心 那你就会说 师父这样我不是很笨吗 错 你比他聪明 为什么呢 因为 渊渊相报和食料 以牙还牙 举个例子 朋友如果作弄你 他讲你八卦 难道你要再讲他八卦吗 这样讲不完的 深深事实都讲不完的 当朋友讲你八卦的时候 你可以冷静思考 我真的像他讲这样的 讲的这么八卦吗 假如真的八卦的话 那你就要改了 假如没有 你就不要太在意 不是说固执 不接受人家意见 而是你的心呢 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那朋友或同事或好朋友 或是你的老板给你建议 那你也不要太固执 要常常听人家的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你再怎么聪明啊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你没有办法考虑得很完整 既然人家给你建议了 那你就应该要有心量 我发觉有些佛弟子很固执 不太喜欢听人家的意见 认为呢 自己爱怎么修就怎么修 其实这是你我直的显现 所以你要破除你的固执 扩展你的心量 你就要修慈悲观 请看幻灯片 note 最好的比喻像什么 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关心 可是现在呢 母亲对别人的孩子 他就不一定关心 那你就要学 举个例子 你家人的小朋友 若发烧了 那你一定很紧张 赶快打电话 送他去医院 那假如隔壁的朋友 或是你的邻居 有小孩也发烧 那你也要把他当成 自己的家人一样去照顾 当然也要智慧去处理 不要去干扰别人 但是你也要慈悲心去帮助他 不要说 哎呀 看到他 哦 庄庄没看到 那你就看到众生在你面前啊 你为什么不帮助他呢 帮助他 是你应该努力的 对不对 我常说嘛 你们拜大悲惨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啊 即使很多人都是嘴巴念一念而已啊 你没有真正去做 你做的时候 你能够升起一分的力量 听好 你的功德力就有一分 你能够升起五分的力量 就会有升起五分的功德力 同样的 菩萨透过慢慢的学习观想 当你想到一个国家的众生 当然 你的功德力就有像一个国家 转轮圣王这么大 假如你能够想到呢 整个地球的所有的众生 那你就可以做地球的转轮圣王 那你假如能够想到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就像释迦摩尼佛诞生在这个地球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他都互念 佛陀要灭度的时候不是说吗 已度者 我已经度了 没有度的人 我也重得度的因缘 佛教给很多的与会大菩萨 尤其是观音跟地藏菩萨 尤其教给未来的当来下生 弥勒菩萨 佛永远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这个才是佛有菩提心的地方 我们要学的是学这个 菩提心它会升起广大的功德 就像我昨天辟语的 像旭日东升的太阳一样 你感觉不到 事实上它存在的 太阳光芒的照片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会得到利益的 所以 依众生的缘 碰到不同的苦难的众生 而升起慈悲心 举个例子 这张照片 我第一次去印度朝圣的时候 我就看到马路上呢 被小朋友两个就丢在那里 爸爸妈妈丢走了 上面我写的 徐英老和尚的一句话 苍生苦尽哪时休啊 一个娃娃在哭啊 姐姐在哭啊 怎么办呢 我可以给她巧克力啊 叫她不要哭不要哭 问题她是印度人 我不可能把她抱回来台湾吧 通关也很不容易啊 但是呢 我心中的念佛 只能祝福她 为什么 注意听 因为她是被丢弃的小孩 注意 丢弃的爸爸妈妈 她生生世世投胎的时候 也会被人家丢弃 所以 天底下是很公平的 你想 为什么我遇到不如意呢 因为你过去 也让众生不如意 你只是忘记而已 为什么呢 人家就会生在很快乐的家里 结果呢 你生的呢 爸爸妈妈呢 就比较不够圆满 而你会被抛弃呢 当然 我们作为佛教徒 要同情孤儿 单亲家庭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只有你变孤儿 别人不是孤儿呢 一定有你自己的因果业报 所以 我们看到这样的众生的时候 我们要生起怜悯心 再跳回来 讲众生原始 我讲一个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注意听 在大致度论里面 说明释迦摩尼佛有一天 有一世 他堕入为畜生道 他作为鹦鹉 很小只的鹦鹉 他常常去帮助别人 有一天 森林产生了大火 火灾起来以后 所有的动物呢 都开始逃 尤其树上的蚂蚁啊 昆虫啊 都在金黄狮做了跑 大家看过 火灾呢 是非常可怕的 尤其是Australia 夏天呢 火灾一来的时候 整片森林都被烧光 在森林里呢 大家都只想到 拼命冲啊 就开始跑 这时候 释迦摩尼佛 没有跑 为什么想 他想 糟糕了 我还有能飞 我有翅膀 那请问地下那些 昆虫 蚂蚁怎么办 一定会被烧死的 大火来了 大家都往河边跑 往安全的山上跑 对不起 只有释迦摩尼佛 他鹦鹉 往河边飞 他终于做什么 他要用自己的翅膀啊 沾水 然后再飞回来 要扑灭森林的大火 各位听了这个故事 你想可能吗 当然我们一般人说 哎呀 这个释迦摩尼佛 一定脱卡派起 不太可能 但是他是 鹦鹉的时候 他都有想到 一切的众生 而忘掉了自己 所以他就这样飞过来 然后沾了水 啪啪啪啪啪 当然没有几滴水啊 火要晒干了 他就这样飞 飞了十趟以后呢 他就已经晕倒了 掉在旁边 这时候啊 第四天的大宝座 莲花宝座 就震动摇动了 这时候第四天 觉得很奇怪 怎么我的宝座 是会摇动呢 第四天就用神 天眼看地球 现在有个火灾 所有的众生呢 都往山上跑 为什么会震动呢 原来有一只鹦鹉啊 他不为自己 要救一切的众生 他的身上 放出菩提心的光芒 而震动了他的宝座 这时候第四天就看到 善哉善哉 菩萨摩赫萨 当然他要 第四天有神通嘛 他知道这个呢 是释迦摩尼佛 因地的全身 做一只鹦鹉 这时候想 哎呀 释迦摩尼佛 生生世世 就是为了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所以这时候第四天 就站起来 第四天有神通 所以就下一场雨 所以所有的火呢 就熄灭 然后第四天还 毯子 放了一朵莲花 然后呢 就送到 这个 小鹦鹉旁边 然后鹦鹉就醒了 森林的大火 就灭除了 那请问各位 你是森林的 小鹦鹉的话 你是绕跑第一呢 还是会你到河边去 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都是绕跑第一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我 贪生而怕死 这是自然的 这是正常的 但注意听 你注意听 你既然要学观音法门 你就要有勇气 先舍己 为救度一切的众生 那你会说 师父万一我被烧死怎么办 你放心 烧死呢 观音菩萨呢 就来接你 Welcome to Amitabha Pure Land 那不是非常价值的吗 真的 为什么 你大悲心的功德 胜过一切森林里面的动物 这就是释迦牟尼陀陀陀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要学的 不是去神通 感应 通灵 然后我看到你的念头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连友来这样 看头看尾 师父啊 我可以看到别人的念头 我说闭嘴 看你自己的念头吧 你看别人的念头干什么 你看别人的念头 你不能帮他了生托死的 你只会增长你的傲慢心的 你看到了念头又怎么样呢 你不能就一切的众生都成佛啊 你要看自己的念头 所以禅修是眼观鼻鼻观心的 希望各位连友真的要有正知正见 大会这么辛苦 动员了这么多人 说实在 我也是 虽然我43岁 我常常说老 有一些老菩萨不太高兴 其实我拼了我的老命 用我的生命来为各位讲经红法 所以希望你学的是正知正见的佛法 菩提心的功德 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的功德 可是我们不太相信 我们也觉得 看不到摸不着啊 干嘛我要去做那些呢 我们常常去抓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 有时通灵的 有时看三世因果的 有时看嫁鸡扶乱的 然后呢 还指指点点的 这些神通是敌不了业力的 释迦牟利佛都告诉我们这样真理 真正的功德力是哪 是从慈悲观而升起的 这叫做众生原词 这是第一类 看 所以我们放生是佛教佛陀所鼓励的 但是现在的生活方式 我已经长话短说 放生绝对是对的 因为这是释迦牟利佛教的 因为我们以此大悲心救度众生 所以我去印度菩提加爷的时候 就会看到 圣地里面有很多的放生石 但是我觉得放生更应该要有智慧 现代人的放生呢 应该不要破坏环境 而且你要考虑到 这个放生以后 你动物可不可以在新的环境而活 第三个 我觉得现代人 给佛教徒跟非佛教徒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台湾很不幸 台湾有一阵子也是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佛教徒我看 他想 佛教的放生就是等于间接的杀身 在捷运MRT就贴这种标语 我看了一下吓了一跳 还有多媒体动画 然后也没人敢去抗议 但是我想一想 人家讲的对不对呢 答案对 因为我们放生之前 初一十五就 老板啊 给我钉子啊 一万只来吧 放生不可以事先预定 对不起我讲佛法 你不要多一根筋 你要想到师父不要是暗示谁 没有 我的心很清静 我只是告诉你 放生是对的 但是你要有智慧 跟不同的方法去做 第一 不可以先预定 第二 早上你起来念 七遍大悲神咒 然后呢 你就去菜市场 新加坡好像也没什么菜市场 都是超级市场 但是呢 你说看到众生 已经快死掉了 你就不用花钱买 不要浪费钱 你就为他念佛念咒 你看他还活着 然后你把他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你帮他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 三归依 如果在家居是没办法归依 就帮他念佛念咒 然后要放到 真正能够他生存的地方 现在有很多动生动物鸟 习惯待在都市里 变都市的花朵 其实你一放生的时候呢 它是无法适应而死掉的 请问 你这样的放生有功德吗 不能说没有 比较少 你反而是满足了 你我要做功德 当然佛陀在 《时尚夜道经》跟 《大乘经》里面说 为什么你会病痛很多 就是过去的杀身跟杀心 所以当我们众生 病痛很多的时候 希望都能够健康跟长寿 所以我要鼓励你 做医药布施 到全世界 佛教跟非佛教的医院 去救济孤儿院 育幼院 慈善团体 一样你可以得到 健康长寿的果报 所以现代人的放生呢 应该要有智慧 但是呢 我到圣地的时候 我一样还是放生 为什么呢 有一次我到佛 下一章是我到佛陀的 这个泥连长河 对不对 尤其有机会 你若到菩提家园去 这个 参加法会的时候 他知道全世界的佛教徒 都很慈悲 但是你小心 他会看你的油的 本来一直卖五块新币的 他就卖你十五块新币 另外跟你讲 师父 师父 来我这边呢 给你打折十二块 我说你干嘛 我就这样 我刚开始呢 会偶尔拿敲他头 This is not money This is life 这不是钱啊 这是生命 我就用英文反问他 假如你是一个小鸟了 你会怎么样呢 他说 doesn't matter 我说OK doesn't matter 待会我就叫 把你关起来 然后我就故意不买 过来以后呢 他就知道 OK啦 OK啦 师父啦 不要十二块啦 这样子六块一只啦 我说没得讲 五块 师父已经打好了 我已经问过价钱 common price 五块就五块 五块是印度币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买来了 然后我就放生 所以听好 清净经的放生 也是慈悲观的实现 你不要怀疑 这是佛教的 但现在的社会 要有不同的方法 你不要被人家骗 因为我们的 有时候佛教的慈悲 就变成烂慈悲 被人家利用 那你所浪费的那个钱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 利益众生的事啊 对不对 何况十方供养你的钱 你更应该用在刀口上 真正帮助众生 请问 还有一个就更奇怪了 有人喜欢放生 救动物 可是你叫他出 所谓的 贫穷人的奖学金 他不愿意出 好奇怪哦 救动物不救人 这个呢 担心家庭或孤儿的呢 流浪的小孩 你却也不关心 台湾有一阵子 也处理流浪狗 很奇怪 一夫人都去救狗 不救人的 其实佛陀说 狗跟人都要救 但以成佛的善根来讲 人可以修行 所以人 你要先从人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人 都很可怜 被政治破坏的 战争破坏的 被黑社会控制的 被色情行业控制的 被流放到孤儿院 养老院 育幼院的人 佛教徒为什么都不关怀呢 所以师父讲这些话 是很真心的 我虽然有广大的怨心 但是我的福报比较少 但希望佛教徒 你一起来发心 你做功德之前 要有智慧去判断 甚至要检查 他是不是这个钱 真正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在印度跟尼泊尔 做疫诊 以及医药布施的时候 我一定做过调查 欺骗的团体 我绝对不会兼钱给他的 为什么 因为十方众生相信我 这些众生的钱 都是有十方的因果 我们应该把它真正捐在 好的医疗机构 跟慈善机构 做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弱势团体 还有那些呢 被迫到风化场所 去工作的这些人 我们都应该去救他 接下来再看第二个 法原词 原想法理而生 简单地讲 法理就是按照佛讲的道理 包含四圣地 十二因缘 六度波罗密 跟华原经的实地 这是已经发了菩提心 进入菩萨形的菩萨 所具足修的慈悲心 当然 法原词是比较深 尤其他要了解 人无我跟法无我的道理 很抱歉 人无我跟法无我 在这个讲座 我没办法讲 各位有兴趣呢 可以 听其他的经论 将来以后再说 我不可能在一个讲座里面 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完 请你包含 刚才讲妈妈 是叫众生原词 现在讲法原词 是指老师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 很多人对教小孩 也很头痛 今天有几个人来问我 师父怎么教小孩 现在的孩子 的确是不一样 我们要跟他做朋友 可是呢 做一个老师 听好 收的学生呢 不管是有钱 没钱 聪明跟愚笨的小孩 你都要有平等心去教他 这个叫做法原词 法就是依人的真理 你做一个老师 就有你老师的责任 你不能说 哎呀 这个家长对我特别好 他的孩子比较聪明 我就对他特别好 不行 你可以多教育他 但不可以溺爱他 我偏爱他 他若做错了 还是要处罚的 另外 一个小朋友 他若是呢 虽然比较笨 可是啊 你还是要鼓励他 为什么 他既然来学校学习 就应该鼓励他 给他平等的机会 这个叫做平等心的老师 这个当然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会面对 学校的加厉 老师的压力 家长的压力 同事的压力 可是你要尽量呢 不为利益所动摇 然后做一个平等心的老师 所以老师呢 一样在上课里教 听说现在的老师呢 有些比较聪明 上课故意不教一点点 要教他 课后要到他家里补习 再多教他一点 答案这样是不好 将来你会有不好的结果 师父前真的提醒你 我以前也是小学老师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很感动 曾经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是小学老师 在小学也可以行菩萨道 那你为什么不做小学的 菩萨摩赫萨而出家呢 听起来这个道理 很好的问题 我现在公开回答 我们呢 我当时教的小学呢 是伊犁伊犁旁边的小学 全台北市第一名学校 光复国小 很不容易进去 然后我们班上呢 小朋友也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也有善良的 也有自私的 其中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 功课是很差 假如以曲线图来讲啊 它是在后面的 可是呢 它是呢 在我们班上 一个是叫快乐的小菩萨 我早上呢 讲生活语文理的时候 因为我们班 也有基督徒 天主教徒 所以我也把佛菩萨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释迦摩尼佛的 儿童漫画书 就买起来给大家看 我并没有要介绍宗教 不过我把它们 当成一个伟人介绍 我也介绍 世界上很多伟人 比如说 Maha Gandhi 甘地 Mother Teresa 我也介绍 德雷莎修女 所以我就把它当伟人介绍 就介绍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 那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呢 他叫快乐的小菩萨 为什么快乐的小菩萨呢 他很有慈悲心 比如小朋友呢 出去玩的时候 在操场上 中午啊 出去玩 吃完午饭就出去玩 突然跌倒了 他就赶快跑回来找我 老师老师 他受伤了 而且他还背着他 然后送他到医护室去 然后给他擦药 你看这不是很感动吗 结果呢 当我知道的时候呢 我就全班给他鼓励 鼓掌 而且还多几个小猩猩 这种鼓励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班上有垃圾 垃圾是很脏很臭的 中午吃完饭呢 有时候直日生不到垃圾 他自己确实倒垃圾了 所以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 他并不聪明 每次靠室呢 都在倒数全班第十名 我还要找小老师 给他补习补习 教了两三次 我说懂了吗 他说 老师我还是不太懂 空性嘛 我说空你个头啊 用心一点 空性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那这个小朋友很好 可是有一天 他发生了一桩事 让我很难过 他是单亲家庭 爸爸妈妈离婚了 妈妈离开了他 然后呢 爸爸喜欢赌博 也喝酒 是个酒鬼 常常一赌呢 赌了很多钱 所以有几天呢 他连中午都没有便当可以吃 然后觉得很奇怪 小学生就跑来跟我说 老师老师 吃饭的时候他不见了 我说他要跑去哪里呢 后来我才知道以后 当时我是六个人分一组 有小爸爸 小妈妈 还有哥哥 姐姐妹妹 这样一家人 然后我就跟那个小一组的其他五个家长跟他谈 以后你们带便当来的时候 可不一人多带一点点关心他 是不是真的很用心的人 所以他们的家长也说 没问题没问题 老师你心这么好 我多带一点面包 多带一点三明治都可以 所以他很快乐 他很喜欢来学校 他不喜欢在家里 然后呢 他甚至发烧的时候 还要去学校 有一次他发烧了 他叫呢 他的爸爸送来 他爸爸说你做什么 发烧了就在家里睡觉 他说不 我要去见老师 我要去见同学 一看到我呢 就抱着我哭了 然后呢 他就在后面呢 其实他也没上课 呼呼大睡 睡了一天 但他很开心 好 有一天 他回到家了 他爸爸呢 赌博了 又喝了酒 欠了人家很多钱 突然人家打电话来 要找他爸爸 然后他爸爸跟他说 意思是说他不在 对不对 那小孩子呢 就打电话跟他说 王伯伯 我爸爸要告诉你说 他不在 就放下电话以后 他爸爸 啪的一声打了他 他哭了一个晚上 没有睡觉 三年级的时候 小三 我教他们不可以说话 要诚实 第二天来的时候呢 他看到我 找自习的时候 他就抱着老师 哇 就哭了 老师我诚实也错了吗 那时候他哭 我也哭 哈哈 我抱着他哭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教他半年 一年呢 告诉他 不要说谎 要诚实 可是大人的世界 是很复杂的 没想到呢 他爸爸这样一巴掌 一打了以后呢 他谁都不相信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愿 我要度小朋友 将来我出家 度这些大朋友 为什么呢 我要拿金刚厨 去教训这些大朋友 了解吗 所以你一个行为 你的一个语言 会终身伤害这个孩子 后来这个孩子呢 毕业了 我一直找不到他 可是我以前 教过的光复国小 24岁跟25岁 到现在还有跟我联络 有些做帅哥 美女 有些结婚了 甚至有些到美国 去留学了 很多的学生 都还记得我这位老师 我的学生里面 也有基督徒 天主教徒 可是他永远 记得我这位老师 注意听 我这样讲 不是炫耀师父 说做得多好 而是我告诉你 有时候你在社会上 要同流不合乌 你要正直一点 你要给真正 可怜的孩子去鼓励 那这个孩子呢 听说他长大了 我一直找不到他 我也现在在找他 可是我相信呢 我也送亲回向 我也为他点灯 我相信这位孩子 将来会很有福报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很好 在学校他读书很差 他不是第一名 可是他是全班 最快乐的小菩萨 是全班人员最好的 可是呢 他还是经不起 大人的一巴掌 啪 大人的社会 是很复杂的 没有错 所以大人 注意听 在座 阿弥陀佛 各位老菩萨 大菩萨 对不对 老朋友 大朋友 不要把你的情绪 丢给你的小孩 知道吗 小孩是很单纯的 你不在乎的事情 他很在乎 比如说我们 答应小孩一桩事情 你没有做到 他一辈子都记得你的 大人叫我们不要撒谎 大人自己最不诚实 Always forget their promise Promise is nothing promise 就是大人永远都忘记了 他的承诺 承诺都是欺骗别人的 承诺根本不是真正的承诺 了解吗 所以讲这里 依法 世间是老师 同样里面 在佛门行菩萨道里面 依法 你也应该要坚持 你适当的原则 不要为了世俗的明跟利 而违反你自己 所学的佛法 你必须要做一个 如理如法佛弟子 接下来你看 动物之间也有慈悲的真理 动物跟动物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得到伤害 你有没有看过 这两只猴子 是我在达伦萨拉拍的 太阳非常好的时候 两只猴子在相互的抓跳蚤 动物跟动物之间也有慈悲 对不对 当然我们昨天说过 动物是由人投胎的 可是你像动物都有慈悲心 那何况我们人 为什么要对别人这么残忍呢 接下来去看第三个 最深的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无缘有好多个意思 简单的讲 without any condition 没有条件式的 无缘呢 也讲是平等的 这个比较深 则要八地不动地菩萨 请看幻灯片 离一切远想 已经正到无身法人的菩萨 他才能够真正修起 这么广大的慈悲心 举个例子 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无缘大词就是说 他当住你啊 是没有条件的 我请问一下 不管你做梦 或是梦过观世音菩萨 或是呢 你跟观世音菩萨 曾经呢 有过接触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 观世音菩萨 会跟你有谈条件的 比如说你现在 爸爸妈妈生病了 你念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放光加持你 然后呢 他们也跟你说 来 我帮助你的妈妈 爸爸好 然后你要为我做什么 做什么吗 没有 观世音菩萨 从来是无我的 离一切远想 离一切远想 简单来讲 离开一切任何的 交换条件 目的 以及世俗的利益 真正是把你当 自己的家人一样 去关心你 同体大悲 同体大悲 我常常最比喻的 就是身上的两只手 你看 假如左手 不小心被刀子割到了 右手自然就拿药来擦它 右手擦完以后 他不会说 哈喽 右手 左手 你要给我医药费 为什么 两只手来自于同一个身体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问题是呢 我们把别人跟我们自己分得很清楚 你家是你家嘛 我家是我家 这就是你生生世世轮回的根本 这就是你生生世世为什么发不起广大的慈悲心 这个叫细微的我值 而分我跟他的对立 当然你可能听完以后会说 师父 那这样佛教徒不是很笨吗 自己跟别人都搞不清楚吗 不是 而是指 他要抿除你 消除你心中 能我的对立 二元论 为什么哈 我长话短说 这一段还是很重要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会呢 爸爸妈妈教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都要生活在相对的概念 举个例子 这个是好人 那个是坏人 这个是男生 那个是女生 这个比较高 那个比较矮 所以我们习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 的确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需要有相对的概念 可是从开悟跟解脱的角度来讲 这相对的概念就是让你轮回的根 所以你必须从这里去打破 第一个就要修华严经的礼敬诸佛平等心 在座也有很多联友 从2003年就听我讲 普贤十大院到现在 在普贤十大院里 我就特别强调 诸佛菩萨来度你的时候 他不一定都现庄严相 他就是现一个你心中最讨厌 最排斥的这个相 来模拟的平等心 你要想一想 为什么高僧传跟感应故事里面 佛菩萨要现这些相呢 他就是磨出你心中的平等心 磨出你心中 对不起 讲太快 磨了你心中的分别心 而生起真正的平等心 做一个老师 对所有的好学生跟坏学生 你都尽心尽力教 这样子人家才会赞叹你 才会家长跟学校赞叹你 是一个好老师 你教的功课好跟不好 其实你尽力就可以 好 无缘词是什么呢 请看 就像Doctor and Nurse 举个例子